名词子句最后要帮同学复习 这下列四个重要的一个句型 第一个就是what子句 what子句是讲一切的事情或者东西 第二个是let子句 它是说明一项事实或者是讲一件事情 你的看法 你的观点 你的论点 都是用let子句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 我始终相信人性是善良的 你是相信这个看法 这个信念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用let子句来带动的 所以很快就可以把它写完了 I always believe 那么 Always believe相信 相信一为一 相信什么 有的同学一看到中文马上就写逗典 然后人性 human 这个 nature 这就人性 叶子 个的 指 这个good就是善良的 好 像这样子写好像对 其实这样写法是已经错了 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你这样写就没有连接词了 我们两个句子一定要连接词 所以前面是主要子句 后面是名词子句 名词子句一定会有连接词在最前面引导 不能用逗典 要用什么 要用let子句 好 现在我们就把正确的答案 这个改下来 这个才是正确的 这个 I always believe E-L-I-E-V-E 好 let出来了 human nature 人性 is good 这个才是正确的 解答 再看第二题 学生 要对什么负责 这个我们注意一下中文 主词是学生 动词要对什么负责 这是动词 所以主词在前面 动词在后面 受词在哪里 受词在中间 对 自己的所作所为 所作所为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 这个是受词 这个结构中文很常见 主词在前面 动词在后面 受词插到中间去了 放到前面去了 或者是 中间插入的一个 这个片语 副词片语 好 现在我们来把第二题的答案 给它完成 学生 students 很多 加去写动词 动词就是 要对什么负责 前面有加了一个助动词 要 要就是必须要的意思 对什么负责 英文就是 be responsible for 这是动词片语 好 受词 再移到中间来了 所以我们要把移回去 因为英文是先写主词 再写动词 再写受词 中文的受词跑中间了 按照英文就要移到后面去了 学生 他们自己所做所为 所做所为就是讲 他们所做的事情 一切事情都是用 化的来带动的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用 what they do 很简单 化的真的非常好用 老师这个建议同学 一定要想办法把hot跟lat字句 分得清清楚楚 继续我们看 下面的一个名字字句的句型 这个句型是讲 什么什么的原因 就是后面接一个事实的 用lat来带动 那什么的原因 就是用the reason for 这是固定的写法 不用怕 it's let 就是什么 这个是作文 几乎都会用到的 因为 你在写作文的时候 每一件事情的 产生一定会有原因 只要一出现原因 你就可能会用到这个写法 很好用的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 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因 你看 主词就在这里了 那我们要先写主因 生态环境的 这个就是 片语 for 真正的主词在那边 主要原因 这是我们的主词 动词在这里 后面就是 补语了 补语 那这个补语 因为又有人们主词 破坏动词 所以这个补语 就是用子句的方式来写 有主词有动词 就是子句了 很快的 经过分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答案下去了 the main reason 主要原因 主词写来了 下去我们要补上了 什么原因 片语出现在后面 for 中文的 介细时片语 是放在 名词的 主词的前面 往后修饰 但是英文的片语 是放在主词的后面 往前修饰 所以这里又要经过 交叉的一个 一味的翻译 才能写得完整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worsening warsening就是越来越恶化的 什么 生态环境 其实我们生态环境 就写ecology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写ecological environment 也都无所谓 好 我们现在这里用 简单的写法 就ecology就可以了 好 这样去写动词 it's let 就是 let就是名词子句 放在b动词后面 来补充说明 这个原因 原因就是人们 任意破坏它 因此 我们称为 这个名词子句 当作主词图 补充说明 主词的内容 ok it's let 后面 马上接主词 people 写动词 破坏 就是damage it 生态 怎样破坏 任意的破坏 at will at will 也可以用at their will 不写也无所谓 就是at will 就任意的 另外有一个 任意的写法就是 will for 副词 这两个都不错 好 再看 第一个是来介绍 什么什么的原因 第二个 开始就要进入 同位语的现象 同位语 其实很容易判断 你要往前看 这些名词 有ideal出来了 有fact出来了 有belief出来了 有truth出来了 这些后面 所接的 letter字句 就是同位语 因为它的内容相等 好 这个信念就在后面 事实就在后面 想法就在后面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来看 随着时代的进步 这个是片语 养儿防老的信念 你看就是讲这个信念 但是老师刚刚讲过了 中文这个养儿防老的信念 中文这个同位语 也是摆前面 英文在哪里 英文摆后面 所以又要经过交叉移位 这个才是正确的 好 现在我们把前面 给它完成吧 随着时代的进步 随着 英文就是用 with 这个很棒的写法 with the advance of time 时代要加s times 好了 养儿防老的信念 主识就是这个信念 好 the belief 信念 什么信念 马上加出来 好 我们先不要加 我们先写动词 动词是 已经落伍了 已经落伍 英文怎么写 完成是 has been out of date 好 接着我们再把 养儿防老 这个内容 写出来 这个out of date 是很棒的一个 片语 是过时了 落伍了的意思 好 我们的同位语 是摆后面的 而且一定是用 letter字句来带动 主词 养儿防老 完了 没有主词 没有主词 不要怕 我们自己 补进去 这个是指 一般人都是这样子 有这个信念 所以主词应该用什么啊 主词应该是用 we比较正确的 或者是用people 好 我们把people写下去 people 养儿就是 re 儿就是 求准养孩子 养孩子 为了预防什么 英文讲 预防 要防范 要防止 它的介细词 是用against 这个观念是很重要 所以你要防范台风 防范地震 防范洪水 防范寒流 那个介细词 一定要用against 特别 特别 丁丁同学 很容易写作 reize children against 来预防 against 不安全 in syriki 老年的 不安全 就是 这个 不确定 所以呢 against the insecurity of old age 阻碰 这个 养儿防了 因为老外没有这种写法 所以这种翻译 我们是从 这个 探阴字典上 可以查出来 OK 这个就是 第二题的 用同位语的概念 来给它完成 同位语一定是要用net词句 你不能用whitch 不可以 这是第二题 继续 我们看第三题 不论怎么做 我们无法改变 人人都会死去的事实 你看同位语又跑出来了 这是一个事实 有没有看到 事实就是fact 那同位语在哪里 同位语在这里 人人都会死的 事实 所以我们等一下翻译的时候 一定要交叉 先写事实 因为英文同位语都摆在后面 中文同位语摆前面 英文同位语摆后面 经过交叉 这观念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不论怎么做 这个是 我们的副词子句 副词子句 英文在写法中 不论 no matter what 或者是whatever 我们用whatever来写好了 whatever we do 不论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什么要干嘛 其实后面要加两个字 会比较完整 加哪两个字啊 我们做很多事情 就是要预防防止我们死掉 但是不论我们怎么去做 来防止这件事 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所以加两个字 to prevent 会比较贴切 好 不论我们做什么 要来防止 要来预防 OK 这个prevent 就当不及物动词 我们无法 后面主要指句 we cannot change the fact 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好 什么事实 后面就把同位语写下去了 你看到这个事实 后面接的就是同位语 同位语就要牢牢记住 要用let字句 然后再来主词 动词 一步一步写出来 主词 每一个人 everyone 动词 will die 会去世 会死掉 好了 这样就很完整了 whatever we do to prevent we cannot change the fact let everyone will die OK 这是名词子句 最常用的 四种 这个语法 我们现在就全部 再重新复习一遍